植物性饮食当道 但纯素的柴鱼片您吃过吗 外形味道都非常的像 原料是角白笋 金针菇和红席菇 丸子上头撒上柴鱼片 是广受欢迎的街头小吃 看仔细 这相似度百分百的 可是素柴鱼 金针菇红席菇 经过炒拌烘烤 磨成粉味道跟海鲜相似 和切成薄片的角白笋烹煮 再用龙眼添加烟腥味 烘烤后成了香喷喷的素柴鱼 我们柴鱼片就是焖煮入味后 就是平铺烤盘 然后进入烘烤 那差不多过15分钟之后 又要把它拿出来做翻面的动作 再进去烤15分钟 然后再去观察它的颜色 跟它的烘烤程度 让素食者可以吃到更多的新产品 在研发初期的时候 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素食的产品 那我们不断地与老师 共同地讨论与调整味道 角白笋变身素柴鱼 从发想到完成费食一年半 我们走的是环保的议题 所以我们不是只有用角白笋 本身的果肉 我们还用了它的废弃的 农业的废弃食材 还有它的外叶 外叶做成手提袋 外壳底部磨成素香松 北楼家商学生创意获得好评 学生们也在过程中 爱上素食的美味 大爱新闻 廖学信 彰化报道